反應的時候感覺表情非常尷尬,真的回去會做嗎? 沒有人的時候我當然會做,我真的沒有辦法,因為其實我還有看過更奇怪的 所以一想到那個畫面就會情不自禁的就已經笑到不能自己 剛剛跟博恩他們一起做運動,有一點感不上是因為還沒有熟悉這個動作 對對對,因為其實從昨天前天大概只有看三次吧 但是我覺得那個實際上做起來還是有點困難 所以我覺得這個運動真的很好 謝謝老師 沒有,因為我想說光看的話我覺得那個動作還算簡單 沒有想到真的如果連續來做的話,還是真的是有一點難度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都要先做了 做做看再說 所以這樣的運動量對你來講是OK的嗎? 你想要運動量是怎麼做的嗎? 其實我運動量算大 我運動量算大,我運動量算大,我運動量算大 其實我運動量算大,我運動量算大 所以可能別人20分鐘就熱了,我可能要半個小時 因為我心臟跳得比別人還好 我運動量算大 妳的問題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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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沒有,我只有自己跟自己比欸 那其他的應該他們都比我年輕,而且比我貌美 我應該是跟自己比吧,不要跟別人比 這樣比較公平 當天演唱會會不會有一個比較性感的苦狀? 我覺得入行也那麼久了,也從來沒有什麼要露哪裡來贏得歌迷或是贏得票房 那我覺得大方、自然、端莊、適合我的衣服是最重要的 那最後發貝講一下,今天是瘦小劉姐之腰 會不會有一點壓力啊?在他面前穿這樣子 然後又要嚼湯,然後還拿著搖擺? 會吧,應該是現場所有的女生啦,你看 什麼?其實... 還蹲在這邊,你看 屁股一直往後翹 後面也有欸 其實在得知要跟小虎老師一起跳舞的時候,心裡有點緊張,總覺得會被罵 我們沒想到小虎老師有看過我們的MV 就是覺得他看過我們的MV,會不會覺得我們兩個是不是生了什麼病 那也很開心就是小虎老師這一次也是因為他的6月8號的音樂會 然後為了要塑身,然後剛好我們也是最近有推出這個短板的塑身潮 就想要就是來教小虎老師一起體驗一下 其實老師學得很快啦 我們剛剛在記者會開始之前,我們就排演過一遍 那其實老師記得,記動作的速度,其實動作都很確實,其實蠻厲害的 謝謝 祝我小老師要不要幫小虎老師當成那一段表演大的分數 因為基本上我們站在小虎老師的前面,所以我們沒有看到小虎老師 對啊,你回答得很好,不過應該是100吧 大家對於滿分,這個分數有意見嗎? 應該都沒有啊 好啦,媒體方用你們打分啦,好啦,你們來打就好了啦 應該都有跟上吧 應該都有跟上吧 沒有,他們兩個沒有看到我,所以他們就打起這樣子 好 小虎老師那個前幾天經濟的那段時間,但是你看不到 就是大家幾句話的那段時間,就是反向,覺得是怎麼看 我怎麼看啊? 那就是再接再厲喔,加油囉 老師心裡會有一點遺憾嗎? 或者是原本是可能有一點期待之類的 還好,其實都是以平常心啦 那這,一、二十年來,其實每一天都以平常心來看到 所以,今年沒有,那明年加油再來囉 我覺得,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也不知道今年,評審的口味是,酸心土辣是哪一種 然後,通常都會爆冷門,或是通出黑馬 這個,還蠻難說的 謝謝, 떨어� It's hard to paint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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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